周三美国白宫公布了对中国的战略报告 指出全球在经济、价值观和安全三个方面面临中共的威胁 报告显示川普政府将向中共施加更大的压力 周三晚些时候川普发推文 谴责中共大规模宣传散布假消息 推文中说中共在进行大规模假消息宣传 因为他们迫切希望迷迷糊糊的乔拜登赢得总统竞选 从而继续剥削美国 一如他们数十年来做的那样直到我当选 川普周三还连发推文驳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言论 推文说发言人愚蠢的代表中国发言 拼命试图将他们国家传播到世界的痛苦和杀戮转移方向 其攻击美国和欧洲的假消息和宣传攻势是一种耻辱 另一篇推文说一些中国疯子刚发出声明 表示中国以外所有国家应对病毒负责 该病毒杀死了数十万人 请和这个蠢货解释一下 是中国的无能而不是别的什么造成了这场全球大屠杀 推文还点名责任全都来自中共高层 他们本应该容易的阻止瘟疫 但他们没有 外界认为川普是在回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周三的言论 赵立坚周三在推特上将川普要求 世卫改革的公开信进行歪曲 进一步转移疫情责任 新唐人记者毕欣慈 田锐综合报导 本事是女性责任全都来自世卺 我要用夸刑 帮助